毛毛的感觉 看着干干净净的 然后搭配这个帽我就觉得 好像也还不错 这个才250人民币 这个颜色还蛮搭 我买的雪板蛮喜欢的 性价比挺高的 这是不是很节日气氛的一个小发展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是不突如 今天会是一个淘宝开箱 很大一箱 一箱大概是我一个月以前订的 现在淘宝发货也没有那么快 我陆陆续续陆续续 然后加上转运一个月之后 我终于收到了我这一箱淘宝的海运 里面我买了很多是这个冬天我会用到的 尤其是一些买了一些国货品牌的滑雪用具 所以我现在有点迫及待要拆 因为过两天我就要去滑雪 先来看这一件吧 这是一顶帽子 这好像是一个小兔毛的帽子 然后上面它有很多彩色的扣子 看起来很甜美 它标签是日本品牌吗 很多日文字 我觉得冬天戴这种毛毛的帽子 应该还蛮好看的 来给大家试戴一下 好看吗 我戴帽子喜欢就是把耳朵遮住这种感觉 然后这种毛毛的感觉 看着干干净净的 然后它也不是很单一的一个纯白色的帽子 上面有很多那种彩色的小纽扣搭配着 还蛮喜欢的这个帽子 好像在这一次的淘宝购物当中我买了好多帽子跟头上的饰品 因为我觉得冬天来了它造型感比较少 很多造型就是在帽子上 那这两个帽子好像都挺便宜的 我在套包上买的 好像 我记得应该也就不超过50人民币 这个帽子呢是一种毛泥材质的 然后上面有这种小的闪片 是黑色的闪片 它就有一点点bling bling的感觉 我觉得 这个毛泥的搭配一些 大衣 羊绒大衣 浅色系深色系 我觉得都可以 然后搭配一个这样子的小帽子 戴一点点闪 我觉得看起来还蛮高级的 蛮高级气质的感觉 这个还不错诶 性价比超高 然后是这种绒面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品牌的logo mercy 我觉得就是一个设计啦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这个蓝色在这里点缀的还蛮好的 对这个帽子 刚刚那个帽子就比较lady的感觉 这个就有点吵 我觉得可以搭配一些有同色系的服饰 然后搭配这个帽子 我觉得好像也还不错 接下来还有买的一些发夹 有点复古感的绒面 这样的发夹是会显得自己的颅顶会比较高一点 头型比较圆 比较膨 但是 还是可以搭一下的吧 看搭配什么样的服饰 还买了一些这种圣诞的 这个是小迷路 它是这个品牌的 然后我看到一些比较潮的小姐姐们 都用这个来凹造型 我的天呐 完了买少了 拆不进去 好紧啊 我的头不算大啊 我一般是55到58都可以戴我的头围 但是这个为什么这么紧 你看我如果就不硬压的话就是这样 有点像戴礼帽 然后上面这个都是空的 压下来会比较好看 那头又比较勒住 就怎么甩就会掉 有点紧 我觉得这个戴一天还是挺不舒服的 我最近有在COS买一顶这样的帽子 我还蛮喜欢的 我买的也是小号呀 买的是加小号小号 然后写的是52到54 这个都可以啊 就松松的 就根本都不会说那么紧 刚刚那个为什么那么紧 这个呢我是看到一些滑雪穿搭的博主们推荐的 但是具体要怎么戴我不知道 我怎么觉得我这像打篮球的 怎么样搭配 到底是这样子把它压进去比较好看 还是把头发放出来比较好看 冬天的这种白色的毛毛的 就看起来特别干净特别温暖 我觉得这个应该搭配那些雪服啊 做一些造型啊应该还蛮好看的 应该就没有什么头上的东西了 然后另外我买的几个大件 就是有买一双靴子 这个靴子 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普通哎 我是一个博主推荐的 我期待的是这个颜色是有点棕红色 或者是砖红 比这个要再红一点 这个有点枣红色 很暗的一个 版型跟皮质都还蛮好 就是很正常 版型跟皮质都还蛮好 但是就比较普通吧 款式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它价格也算便宜了 才400人民币不到 但是我期待的是这个颜色会更亮一点 这一次的淘宝转运里面呢 我买的最多的是这种 滑雪的东西 因为雪姬要来了嘛 哇 这个做得好好哦 哇 这个比我期待的好太多了 我都不知道我买了这个 这个baby blue就是 exactly我期待的颜色 而且现在这些国产的品牌都做得好好 后面这个防滑的部分也做得超级好 比我前两天在美国买的一个品牌的 要好看 要性价比高好多 好看 这个镜片是镜面色的 然后也是这种蓝色 我前两天买了一个牌子的 好像retail价格是120美金 1000人民币 这个才250人民币 这也太好了吧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前两天在美国本地买的 但是这个里面它有送一个 extra的镜片 我觉得有点普通 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我就觉得这个颜色还蛮搭 我买的雪板就是 浅粉色跟蓝绿色混搭的一个雪板 但是觉得这个性价比蛮高的 这个雪镜推荐 我还买了一套雪符 这样一件雪符 它这里有一个荧光绿 然后它袖子里做的还蛮好的 有一点那种防风啊 防水 我要是防雪进去的 还不错哦 我里面是直接套的那个我穿的那个Hoodie 然后这个大小也刚刚好 我买的S号 还不错哦 好像还蛮matched 还蛮搭的 这个淡蓝色跟淡紫色 so far来讲 我觉得这个衣服的样式我是蛮喜欢的 然后保暖性也还不错 但具体要实测的话 可能还要等我过两天去滑雪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什么挡风性啊 然后透气性啊 它这边是有可以给你调节 还有这边侧面 还有个小拉链 然后我看了一下是一个网 然后可能是给你透气哦 so far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性价比挺高的这一套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是比较不突兀 好暖哦 如果这个紧紧的把耳朵包住 真的就好暖 护具 护膝盖的 护臀呢 毕竟我是初学嘛 一定要把自己保护好 然后还有滑雪的这样子家常的后袜 我也都买了 还有这个Vector 他们家的手套 所以它里面还有这个一层 也是比较紧的 就是那种防止血会进去的那一种 手套要有这个比较好 就是不会掉 就是你可能要用手机的时候啊 你可能把它脱了 你把它放拿了 你忘了 但是有这个你就不会 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大件呢 就是我买了一个放血剧的包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是有多专业把装备配这么齐吗 还蛮好看的是不是 它是防水材质的 但是感觉白色会太不耐包 但是我觉得白色的好看一点 这个是怎么用呢 你要研究一下 它是可以当书包用吗 给你们看我买了一个挺无聊的东西 餐店巨大 然后很重 比我想象的重多了 它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家居品牌出的 叫more over 我在他们家买了很多东西 包括很多家居品 然后储具 包括我们的那个隔热的手套也是 我用了快三四年了 还在这用他们家 就在这里 视频你看到隔热手套 买完之后我觉得不实用 但是还蛮好的 需要用的小伙伴可以来买 因为它版面是这种防水面 我觉得草地上有时候就是刚浇过水 有可能会是湿湿潮潮的 这一点还想设计的蛮好的 它的图案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casson 然后是这种亚马色 东西是很好 就是看对你来说 实不实用 就跟有一些人会喜欢买很多露营的东西一样 但是你露营的次数真的是不多 这种袜子我是买来想说搭配靴子穿的 我觉得有一些靴子 如果你要露腿的话 也不太适合 但是说你穿一双袜子 然后在靴子上面一点点 露出来一点点 有一个这样的撞色还是蛮好看 这是我买的一个手势盒 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洞是要拿来干嘛的 是不是拿来插耳钉耳环 还不错 它的做工还不错 而且它这个大小 正好是可以带出去作为旅行装 我觉得当小礼物送给朋友也蛮实用的这个东西 不同材质的 这个是金融面料的一个绿色的手势盒 它这个盖子上就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是它有两层 上面一层 这个颜色看起来也蛮珠光宝气的 这种小商品在美国都卖的比较高 所以我都会选择海韵 好剩下的不多了 风浪啊潜水啊都可以穿的一个连体泳衣 然后是长袖的 然后一个黑白的拼色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因为我在想它这个腰部的这个设计 应该会显得有曲线 会显得我的腰比较瘦 好看是真的蛮好看 但是我不知道大水到底时不时机 这个部分是皮质的 然后这里也有这种小铁框 泡在水里应该很快会坏吧 然后后面是大漏背 我觉得还蛮好看 淘宝海韵怎么能少了买睫毛呢 假睫毛 我最近一年半年都没有去嫁接过假睫毛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第一 它那个妆容就无法改变了 就每假睫毛它沾上了它就一直是那个形状 然后再就是每次去一躺躺两个小时 我在那里真的很难受 所以最近我真的会很认真的学怎么贴假睫毛 不管是这种样子的 还是它这种一根一根慢慢贴的这种 我都有在慢慢上手 然后这个形状呢 目前是我最喜欢的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就是上手之后 它每天花不了你几分钟 然后你的妆容会有更多不一样的选择吧 这几样是我在H&M官网下单买的 收到包裹 我今天顺便拆一下 H&M的整套 是不是还蛮有节日感的 Happy Holiday 等下把它套起来 H&M Home跟Zara Home经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小收获 这个勺子也还蛮好看的 它上面是那种动头的手机 那种小松鼠啊 还有泥露啊等等 最大的买了一组小 这两组还蛮蛮好看的 还蛮有质感的 然后H&M买了这个包装的这个绳子 其实我觉得就算不拿来做包装绳 我觉得拿来绑头发是不是也还蛮好看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发夹 现在真的是变成了发夹控 小蝴蝶结蕾丝 然后把它绑满的这种 我觉得穿这种小黑裙 搭配会比较好看 戴起来蛮小公主气质的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全部视频了 就是我这一次的淘宝海运开箱 所有的单品呢 我都还蛮满意的 99%都没有踩雷 如果大家有被我种草的 也可以在我的信息栏里面 找到淘宝的店铺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